新中渐停就是美国家会的影响消息 年代做新人失去意识 这种状况如果没有马上做紧急的医疗概率 危险性非常地关 第一时间来使用CPR的协助患者就是非常重要的 新台变医基金部的主题医疏方品会的提出民众 在做CPR时就要注意整个重点 在做CPR之前要先确认病人的意识 然后确认病人的脉搏 就压颈动脉在这里 然后再确认病人的脉呼吸 如果就是发现这个病人 就是这些状况出现异常的话 其实就是要赶快呼救旁身边的人 然后请最近请旁身边的人去帮忙 就是第一个呼救 第二个就是到附近找就是AED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抢时间 尽快开始帮病患做急救复苏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说要记得几个口诀 用力压快快压 胸回弹末中断 那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比较不讲求就是给气这个部分 用力压的话大概就是压5公分以上 可是因为基本上CPR这个动作是非常费力的 民众会越压越没有力气 所以就是当你不确定是5公分多少的时候呢 就是以用力压为主 然后再来快快压的话就是可以使用手机的节拍器 或者是自己数拍值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这样子 大概维持一分钟100到120下 那胸回弹就是说在压下去之后呢 确定这个胸部要完全回弹 那增加这个所谓的回心血量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回心血量不够 其实再挤出去的血量也会相对的不足 那再不要中断CPR的时间 就是尽量维持固定的速度 因为如果中断CPR的时间 就是等于是中断心跳 就是造成心跳停止的几率 就是时间拉长 那所以维持稳定的速度 不要中断CPR 是现在非常提倡的这个重点 有的民众会反热 CPR会造成患者的受伤 第一次后受出现法律的问题 他所谓民众这是不用反热的 因为CPR的行为是有受到法律来保护的 CPR复苏上面呢 其实因为这是救人的职业 所以在法律上 其实都会针对这些细节做 对民众做这个特殊的保护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疑问 然后任何问题 其实都有法源可循 除了CPR的经济救护网 配合使用AED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行存率 疑似之外 不用CPR的急救抵蚀 可以进出救完的不短时间 因为护网发生的时候的重要帮手 但新闻国博弈彩虹不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